自从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后 各种绯闻不断 有和陈乔恩的爱情都是以火箭的速度 外界各种猜测 近日 霍建华和楼一霄之前的恋情又被爆出 难道他们有一似复合 楼一霄大家都知道出演了爱情公寓彩火 据爆料人楼一霄与霍建华很早就认识 霍建华之前说过楼一霄的贵人 要楼一霄去出演的胡亦菲 霍建华还经常带奶茶点心 看望楼一霄 林心如与霍建华宣布婚期后 楼一霄就发微博要善良 要勇敢你失去的生活总会 以另外一种方式补偿 看这条微博带一点伤心 但有办法挽回 现条微博已删除 霍建华与林心如结婚前的爱情 也是没什么绯闻 突然宣布 可能是被逼一四凤子成婚 说到娱乐圈的恩爱夫妻 肯定会有人说到霍建华林心如夫妻 两人年少相识 结合时得到了无数的祝福 算是娱乐圈非常登对的爱侣了 但没想到这样恩爱的他们 竟然屡屡传出婚变的消息 让粉丝担心不已 有港媒报导称 林心如霍建华的确离婚了 原因是南方出轨养子 林心如得知霍建华出轨后又伤心又愤怒 得知南方完全不想回心转意 便公开了霍建华出轨视频 霍建华身败名列十分愤怒 决意和林心如离婚 还拿走了大量婚内财产 这样的报道引起了网友热议 都没想到霍建华是个这样不负责任的人 十分心疼林心如和两人的孩子 但这只不过是谣言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料 林心如拍新片之际 霍建华十分贴心的探班老婆 夫妻甜蜜合体打破了这则谣言 有网友曝光了林心如的拍戏现场 从路透可以看到林心如娇美的背影 十分气质之性 而霍建华则站在人群中看老婆演戏 就像个普通的小谜底 现如今 林心如运期中 外界流言蜚语一直没有断过 华哥表示不受外界影响 说我和心如两人过好就好 希望心如看到这则消息不要受到影响 祝你们幸福 传言永远会被拆穿 旭言 2019年9月19日 唐嫣官宣怀孕 胡哥第一时间送祝福他大舅他二舅 都是胡舅 因为养米 刘诗诗都生孩子了 唐嫣也快了 胡哥要当好多次舅舅 有网友觉得胡哥的评论很有意思 但其实五年前 仙剑群侠的微博画风更有意思 众所周知 胡哥 霍建华 唐嫣 杨米 刘诗诗五人一起出演了《仙剑奇侠3》 因此成为好友 这部剧是2009年播出的 五年过后 他们的感情依然很好 2014年 霍建华和唐嫣主演的电视剧《金玉良缘》播出 他们在微博上搞笑互动 以至于诞生了《求羊蜜》《撮合》或《唐囚》《唐嫣》《撮合》或这样奇怪的话题和热搜 这些明星一点也不介意 经常带话题发微博 迎合网友的恶搞 这要是放在今天 简直想都不敢想 粉丝早就Battle起来了 互相骂对方不要脸蹭热度 2014年 只有杨米结婚了 其他人都是未婚 也没有公开的男女朋友 所以比较自由 不怕组CP 胡歌和杨幂在拍摄《仙剑奇侠》转3的时候 还一度传出了绯闻 甚至传出杨幂与唐嫣 刘诗诗抢胡歌的绯闻 但是这些绯闻没有影响他们彼此的感情 唐嫣还去当了杨幂婚礼的伴娘 那个时候的友情相对单纯 自媒体没有那么发达 粉丝相对理智 非著名于平仁 吴清宫指出 现在的粉丝特别不喜欢网友给自己的爱豆组CP 换成是现在 就是杨荣撮合朱一龙和白宇 孟美琪撮合王一博和孝战了 杨荣和朱一龙是多年的好友 朱一龙连续五年为杨荣庆生 而朱一龙和白宇因为共同主演网剧震魂爆红 本来就是CP 但他们的粉丝都不愿意继续组CP 孟美琪和王一博都是乐华娱乐的艺人 同时孟美琪和孝战又主演了电影朱先一 他要是想撮合王一博和孝战太容易了 但是不可能出现孟美琪撮合伯军一笑的热搜 孟美琪会被王一博和孝战的粉丝网爆的 孟美琪和孟美琪 孟美琪和孟美琪 孟美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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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